大家好 我是三喵 今儿只有小尾巴陪着我 这桃桃身体不太好 这花花又是很难捉到 这个我都跟大家之前讲过 今儿小尾巴陪我讲一个什么话题呢 防空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援助乌克兰的那么30辆猎豹 自行高射防空系统 之前未见新闻报道 但是最近终于在新闻报道里面看到了 就在前几天 俄罗斯对乌克兰他袭击的时候 动用了13架沙希德无人机 就是那种自杀无人机 被猎豹干下来12架 那这个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应用了 那今儿我们就着猎豹这个事情 聊聊防空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脉络这件事情 当然我说的猎豹 有人说三喵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这是二战时候德国的猎豹 现在的猎豹自行高射炮 那个是双管那种高射炮 我这有模型没做出来 他他有点类似这个 这个是二战时候 德国的那种高射炮 但是他这个加了一雷达 好了 我们先聊二战时候的防空啊 二战时候那个防空有一个说法 叫十防九空 这话其实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防空严格来讲 叫千防999空 哎 这才是那个防空炮能够打中飞机 这个概率 那会儿你包括德军的88号高射炮 那些高射炮啊 在那个空中都是打出 整个弹幕出来 那得消耗多少发炮弹 然后如果敌军轰炸机 你不小心闯入个弹幕 啪就被记录了 那么轰炸机也不傻 对不对 为了防止闯入这个弹幕 我就得飞高或者往侧面飞 这个时候影响他的投弹精准度 所以防空这个事在二战的时候啊 他不是真的完全为了打掉敌机 就是干扰敌机 这种投弹的动作效率非常非常低 以至于德国为什么战败 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他的军火生产里面 一大半的炮弹数量 都是给这个帝国境内的各种防空炮准备的 就过两天就是盟军飞机 那个哈里斯又是千机大轰炸 啊盟军轰炸机过来了 噼里碰到往上打 那这样子打的1000发炮弹 可能能有那么一枚能够击落敌 就已经是不错了 这是当时的这个统计 那么到了二战后期 美国人鼓刀出了VT信管 这个我之前节目里讲过 包括我讲神风特工队那一期 我也讲过所谓的这个VT信管 它是那个炮弹里面 那个隐性能够自己发射无线定波 我侦测到有物体在边 我蹦就炸了 但是这个VT信管也是有问题 第一就是它的这个命中力也是不高 过去啊军舰防空 能有那么五六百发 大众一架的一期就了不起了 VT信管能把这个降低到100发左右 这已经是了不起的飞跃 但是炮弹浪费还是很惊人 第二我侦测到附近有物体 它就炸 那如果附近是个小尾巴呢 对不对 如果附近是陶桃呢 是花花呢 对不对 如果附近是海浪呢 所以我之前节目里讲过 当时日本有一些特工队的那些飞行员 他是擦着海浪飞 这个VT信管 他就会看见海浪 他误以为是敌机就爆炸 那所以能够临时战斗机 接近美国航空 就那么直接撞上去 你比如说那个小川青 富安峻座就是这样子 那么二战时候 总体来说防空是非常低效 但是纳粹德国由于自己的火箭技术呢 鼓捣出来一些防空导弹的雏形什么瀑布啊 蝴蝶啊 蓝衣女儿啊 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来得及投入量产 战争就结束了 但是战后有了火箭技术 而且有了这种导引 什么叫导弹 就是有导引 就是我发射出去之后 他不是那种 就是发射出去之后 完全就不管了 他可以根据自己导引头去 照准目标去跟着他 那么最早的防空导弹 是地面上有雷达车去照着 然后这个导弹就去跟着这个雷达波 去反射去大目标 你比如典型的苏联的萨姆二 对不对 那个当时击落美国的那个U-2侦察机 我这里有一架U-2侦察机 这种防空导弹 对这种侦察机 当时这个U-2飞机飞得非常非常非常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 萨姆二导弹当时是把那个鲍尔斯中尉的那个 呃 U-2侦察机给打了下来 当然防空导弹家族庞大 萨姆二 萨姆三 萨姆六 包括那种 单兵坚扛的毒刺等等等等 这都是防空导弹 你包括现在啊 这个乌克兰他现在在用的 比如说S-400 S-300 甚至你包括那个最近 北约约要给乌克兰先拿SAMS 这些都是防空导弹 但是导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里我不给 我不给大家展开这个导弹 你到底是怎么制导的啊 对吧 什么红外导引头制导啊 主动啊 半主动啊 这些咱们不展开啊 学渣嘛 大家大家理解 回头咱们来专讲一期啊 口头餐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成本 导弹去防空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我直接给大家念念几个数据 你看我记不住啊 我得我得拿小本本去呢 美国的爱国者 对不对 大家可能听说过 那个海湾战争时候爱国者大战飞猫腿 爱国者导弹 每一枚导弹200到300万美元 这什么概念 对不对 对吧 比如说以色列的铁穷啊 这个哈马斯经常往那个以色列去打那种山东 来阳制钢管造的那种火箭弹 对不对 以色列被弄的不胜其反 为什么不用爱国者去拦这些火箭弹 成本啊 我这打出去200万300万美元就没有了 以色列搞啥一个铁穷 铁穷的成本是大大降低了 多少呢 8万美元 感受一下8万美元 对吧 就这已经是加引号的很便宜的导弹了 那么这次啊 乌克兰从这个北约搞来了 拿萨姆斯这种防空系统 这种防空系统有什么好处呢 它是可以用到这种北约战斗机用的空对空导弹 比如AIM-120和响尾蛇 我又查了查这两枚导弹的单家 就是我不用专门开发这种地对空导弹了 我又查了查这两枚导弹的专家 AIM-120 这个美军自己的采购价是100万美元以上 我看到一些其他的报道里面说 美军卖给盟友的价格 每一枚导弹200多万美元 也就是说你在空战的时候 你F16战斗机你啪一下过去200万美元就没了 因为众所周知导弹是不能回收的 响尾蛇呢便宜点 像那个响尾蛇X现在已经是AIM-9X了 47万美元 对吧 你这这什么概念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什么 那个曼联球名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对吧 就德赫亚好像据说要降薪流到曼联吗 他现在的周薪是30万英镑左右 对吧 那一枚响尾蛇47万美元 对吧 大家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对吧 你看那个球星啊 你看那些转换新闻 你可能会觉得这都是小钱 对不对 但是其实那都是烧钱 钱在天上飞 可是呢 现在拿这些东西去对抗那些无人机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就是一个成本问题 我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个常识 凡是我们说你不惜一切大家做什么什么事情 那都只能是嘴上说说 任何事情都有成本 所谓的不惜一切大家去做这件事情 只不过是因为这件事情 它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我们认为的眼见客气的一些代价 比起这个东西来说是可以承受 无非还是一个成本收益 合算而已吗 那你说这个伊朗的沙西德无人机 据说采购价2万美元 当然我们说伊朗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 营绕在这种重重的迷雾当中 2万美元 对不对 2万美元什么概念 你就拿最便宜的 我这个小本本上记得最便宜的铁穹 8万美元 拿这个去拿打这个2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 虽然我们说这个人民群众 这个财产的价值是非常宝贵的 但是这个打得肉疼 当年那个小布什 他不是也曾经说过吗 我们拿价值10万美元的导弹 但我不知道什么导弹 10万美元 那么便宜 去炸价值10美元的帐篷 是不是值得 现在乌克兰就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 而且当时的美国什么特点 财大气粗 B52 一开弹仓 那杰拿姆 每一枚都是好几万美元 随便扔 对不对 乌克兰可扔不起 所以这个时候猎豹 它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 就二战时候 这种防空炮是没准头的 就是我说的那种大口径防空炮没准头 小口径防空炮 你像这个37毫米防空炮 这个是二战德国的家具搬运车 这个东西也没准头 你看瓦尔基里行动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刺杀希特勒 那一开始施道芬宝是上校是怎么就瞎了一只眼的 当然那个是电影演义 实际上是他的车踏入雷去了 他一开始在电影里面不就是英国飞机来袭 然后一堆的那个地面防空炮对着英国飞机 突突突突一顿打 飞机打下来吗 没有 然后上校还瞎了一只眼 然后这手指头还断了几根 就这么惨 当时这玩意全靠这个全靠目测瞄准 是没什么准头的 打中了当然好 那打不中 那是大概率 也是驱散敌机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猎豹防空战车上面是有雷达的 他的这个雷达他是能够整个的作战半径 就是五米之内 只要天上飞的所有东西都能给你打下来 就是雷达联动的高手炮 这种准头 那就不是二战时候那种东西的准头能比的 那么有了这种东西之后 我拿这个炮弹 我去打下这个无人机来 那样的话 那比我 哪怕我用铁球 当然我们说乌克兰现在还没有铁球呢 你就拿三姆斯 ok你用100万美元的导弹去拦一架2万美元的无人机 跟你用30毫米30毫米炮弹 那种猎豹是30毫米炮弹 我那么几发炮弹拦下来 那显然是猎豹更值啊 对不对 任何事情都要考虑成本 打仗 战争也是一样的 而且现在据说俄罗斯已经伊朗那边想获得无人机 遇发困难不排除俄罗斯把他自己的欧伦海鹰给改成这种自杀式无人机 海鹰什么情况 所有的这个飞机原器件啊 在淘宝上去买 你要是你买的话 据说是2万人民币就能打得住 但是这个单击俄国采购价是12万美元 对吧 这个差价到哪去了 我不说你们都懂 但是如果俄罗斯拿这玩意当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呢 对 还是猎豹这种东西 划算那么当然这种猎豹防空战车 包括约克中式这种现代的防空战车 一开始是伴随装甲部队作战用的 这种东西 它也只是低成本防空的一种办法 那另外一种办法是什么 美国海巡在开发这种激光武器 不是激光制导武器 是我当我发现一个飞行物 上我靠近的时候 我直接一束激光把你烧毁掉 这个我不存在弹药限制 我这玩意还有弹药限制呢 我炮弹打光了怎么办 激光武器只要你有电你就一直有弹药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是将来我们说这个美国他们将来发展的方向 而乌克兰现在用的这种猎豹也是意识到 我不能无限制的用这个NASAMS 无限制的用这种其他的这种防空导弹去打这种东西 那好 有的时候激泡就是一个成本能考量 所以讲了半天 就是成本收益合法 这么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信息与常识的东西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这样唠叨心 那么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下一期再想到更好的我们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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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